疫情之下风雨同行的故事也发生在餐饮业 台北永康商圈有一群年轻老板为了自救 相约打团体战 联名卖便当 一家主食搭配另一家酱料各出招牌 结果成功冲出比疫情前还要好两成的业绩 而发起联名的台菜餐厅老板林静瑶 九年前在这里创业 她说如果现在放弃就一切归零 疫情后很难再翻身 不如同夜互助求生一起活下来 上午八点多永康街上这间台菜馆 员工已经开启战斗模式 比疫情前还要忙碌 他们一定要在十一点的时间送到医院 所以我们一定要早上大概八点半就来准备 没有因为疫情而走上歇业之路 反而定单接不完 因为早在内用禁令颁布前 林静瑶就开始思索餐厅的下一步 我就跟他们提议说那我是不是跟你们一起联名 我们把你们的产品入彩 那在疫情过程中一起帮你们曝光 因为我们都既然要联名了 好就是所有人一起好 那一起把资源共享 那这个球才会越做越大 主要里面以后要加入我们特制的虾酱油 里面会有一些小豆腐 还有一些樱花虾 与其单打独斗不如打团体战 找来曾经合作过的店家当盟友 将店家的人气酱料和自家经典菜色结合 推出联名便当 他那时候提出的时候 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合作伙伴 所以这就是顺水推走 完全不会需要经过太多的思考 本来它就是一个超级台湾味家常菜 但是它用一个更有趣的方式呈现 像是加了北港花生辣酱和啤酒 炖煮四个小时的腿裤 或是淋上特制三杯酱 搭配山药和秋葵解密的炸鸡块 台湾小吃化身华丽便当 因为以前的菜有吸引物 所以他推出这个便当的话 也会让我想要试试看 他上机车亲自外出送餐 林静瑶是从台南北漂 打拼的日式料理师傅 九年前在永康商圈开火锅店 去年挑战自我将火锅店收摊 原地改卖创意台菜 哪知道一开张就遇上新冠肺炎搅局 今年疫情更严峻 但对他来说 无论如何都要呆着员工打赢这场仗 其实他算我的键给处 对我来讲如果放弃了 我就要再重新再来 所以我会选择说 那我就是想办法让他越来越好 对 毕竟我没有扶爸爸妈妈 我没有退路 所以我只能继续往前 我要雪叉 你好 你好 是林先生吗 对 刚刚做到 联名便当推出后爆红 业绩比疫情前多两成 但在餐饮界多年的经验告诉他 一旦消费者新鲜感没了 这股热潮还是会退去 说穿了疫情拉越久 它绝对会是刺腻的 所以一样就是回味道 我们希望说我们的菜 反而是很接地性 很家里的味道 像炉腿裤这种东西 家里都能做的 啤酒花下去做这个酱子 然后就搭 烟机的时候 可能也可以加一点啤酒花 和联名店家脑力激荡 讨论新菜色 不敢因生意好而松懈 继续在餐点上求新求变 但疫情改变消费模式 接下来还有新的挑战 餐饮业接下来 我觉得要求生存的话 其实很关键的就是 你的基本功好不好 消费者除了要的是 方便便利好吃以外 他到家里的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体验是 餐饮业接下来要去想的 那这边两个早午餐 然后饮料四杯在这边 还有酱料 谢谢 发票都在里面哦 谢谢 你好 那会取餐吗 可以帮我扫这个就可以了 疫情爆发订单爆满的 还有这一家美式餐厅 中午不到取餐顾客接力报到 餐点难得杀到五折 每天清晨六点开放 网路预定 必定秒杀完手 超难定 有声闹钟 然后超早的 然后几乎是秒杀的状态 政府一宣布餐厅禁止内用 让黄宝市措手不及 没有太多时间思考 五折的想法还是当天刷牙时 蹦出了灵感 可是我们这种品牌 是属于比较体验级的 所以你没有内用 你就没有什么竞争力了 所以我们才要在折扣上面 做一个很大的优营 优惠让利换来13间分店 单店平均7万元的日益业额 但漂亮成绩背后 其实是公司承受每个月 八九百万元的亏损 等于每天开店每天亏 做这件事情的关键是在现金流 现金很重要在这个时候 因为你还是要支付很多固定的 包括薪水 包括房租 包括我们给厂商的货关 公司有了现金流 员工有事做 还能维系与过客时间的热度 看似亏本生意 其实换来三迎 因为我们现在回不到二级的时候 我们势必是牺牲一部分的周围区 周周和员工开会斗脑 针对疫情可能的变化 沙盘推演 想对策 甚至针对后疫情时代 要卖什么 黄宝市都想好了 我没有觉得我很想要做什么 很大的专心 我应该很清楚知道 我们品牌就是很适合内容 但是我们还是会做 我们还是会做一些像 参与零售化的策略 对不对 因为毕竟 可能有些消费者开始 因为这个疫情 他开始习惯 我是在家里用餐的 对 所以我们也会出一些 就是我们自己的产品 或者是我们跟别人一夜结合 出一些零食 联名的零食 或什么这一类的东西 能迅速应变 是因为黄宝市大学时期 就踏入餐饮界 尽管二十七岁前两度创业失败 但他从失败中学教训 一步步建立起他的餐饮王国 服务业都很辛苦 而且当他不知道什么时候 要结束的时候 经商环境不确定性很高 所以你势必要在很多 很坏的打算上 要先能够做好准备 疫情带来空前危机 但他们不想从餐饮版图中撤退 勇气带来力量 将危机变转机 在疫情中找到 属于自己的生存之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